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周一長談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和大家討論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為何上台之內 有這麼多新聞 以及成為了美國上下 甚至是國際社會針對的對象 究竟他有甚麼問題 以及這些問題背後有甚麼因素 今天和大家嘗試分析 很高興請來時事評論人Garren和你一起討論 Kamiel 你好 Garren 我想跟你說一下 他聊是鬥非周圍有 共和黨內有聊是鬥非 美國自己也有聊是鬥非 去到北韓 全世界要找一個人 跟他這麼高這麼大 這麼傻的 這麼狂的 即是真的找到了 北韓就跟他離開了 你覺得可以怎樣收貨 我覺得擦槍走火的機會可能有 但是會不會打大仗 我相信機會不大 因為美國始終 既得利益者的大多數 如果你要說美國 可能一定要跟日本和南韓開戰 即跟北韓打的話 都很少加告示 慈禧嵩江牙 即是南韓和日本 即是贏面都會大 始終他們經濟強國 三個大國 加上他們的軍事實力 應該是強於北韓 如果當中國不出手 打贏仗了 但是南韓自己也會傷很多 根本他們沒有人想自己傷 即是他現在最多只是空 希望空到位置 就是要北韓金正恩 麻煩你乖 但是他現在拆槍 會不會去到玩火玩大了呢 大家就要放長雙眼看 我想你想他乖很難 但問題是真的 我是日本和南韓 我真的睡不著 因為始終那傢伙 就是狂或者瘋 還有他今時今日就已經是 可以說一下擁有大殺傷來武器 即是你那樣就算不是 炸正人家的角度 在旁邊爆發 你也是有這個輻射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 加上就是說 美國就像我軍事強國 我比你健碩那麼多 我離你那麼遠 甚至川普說 你至少打我也是打夏威夷 你打遠一點就是西岸 他在華盛頓他在紐約不害怕 但問題就是 這件事真的有很多人害怕 我明白 但大家好像看到他很狂 但美國也有一群政客 他們自己有一群利益 第二 隔離中國俄羅斯不害怕嗎 他們真的不可能會被金正恩玩得那麼大 玩得那麼大 他們自己也很受傷害 因為尤其是中國俄羅斯 更加不想美國推崩了北韓政權 要不然就把地緣政治搬到鴨綠江邊 我想習近平不是很想看到 事實上你說真的要開戰 現在這個美國總統 有沒有這個權力 都很難說 因為他之前有很多 所謂下達的命令 全部都執行不了 就好像你說 這個移民的禁制令 馬上已經被人禁止了 現在還在法院排隊 他在研究 甚至說 在家中軍部的同性戀 異性人的 異性人的 他未必那麼容易 因為始終美國一樣好 就真的有一個制度 軍人不是向某一個總統效忠 而是向整個法律效忠 某程度在這方面 其實是令到美國那麼多年來 都相對穩定一些 一個比較值得欣賞的地方 可以這麼說 希望是 另一方面就是 近期也看到 他吵吵吵吵 又要罵到打足球的運動員 現在越罵越大 甚至乎原本就是罵一個兩個 現在搞得 對對都出來反他 還拉著國旗和國歌下去 這回事究竟是甚麼事 我又覺得 其實 可能有幾個可能性 最多想到 第一是 特朗普可能有另外的事情想做 但要比較秘密 要找另外的事情先蓋著頭條 做一些蛙眾取寵的事情 讓另外一些想做的政策 傳媒可能沒有時間去留意 這樣就先做了 要不他自己是一個 可能很白人至上的人 他覺得真的 你要這樣 真是勒吵我 最刺激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要跟你開過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第三 可能他自己真的不懂公關 這是很明顯的公關災難 我覺得他不是不懂公關 我覺得他是看過評判 其實有一點是說 政府做事並不是這個 但因為他真的做得太多 他經常說我的評判要高 就算他罵別人 NFL那些運動都說 你的評判低 所以要吵 你說Emily又是說你低 其實可能他做的就是為了評判 那怎樣為了評判 但是你跟別人吵架 就很厲害 你說這些東西就很厲害 但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有種族的因素 因為其實他裡面 所謂的示威 就是說在美國裡面 黑人是受到權力 尤其是警察方面的一些 就是欺負欺凌 甚至是歧視 甚至是殺害 他們這個投訴那麼大 川普反過來就向他們批評攻擊 其實美國種族之間的問題 其實不是一個計時炸彈 可能太平善勢 大家都有煩開 有錢開 可能相對大家沒有過 衝突沒有那麼大 但是當可能 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 貧富懸殊加劇了 可能記得你這隻更加有錢 貧窮的那些更加貧窮 還有大多數 一般來說 可能是有色人種的收入比較低 他們可能遇到很多待遇 是覺得歷史上加上歷史上的職縣 再加上一些待遇 覺得是不公平的 只要一小小的觸發點 就觸發一個大的問題 我想其實不僅如此 我覺得有很多情況 是生命和死亡的 等於說我們看到一些 今時今日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手機的短片看到 的確真的 就是警察殺人 殺黑人 真的不說理由 你以前沒有手機的時候 警察寫了報告 就是他又搶搶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所以殺了人 但是今時今日很多時候 真的有手機拍到 甚至乎警察自己也有 那個錄像系統 真的看得到 原來真的無端白事 你就殺死了客人 其中一段片是很誇張的 就是一個 警察去查車 去停車 查那個女士 死都不肯下車 我不敢下車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不敢下車 警察衝開而出 你用不著怕 我們殺黑人 你又不是黑人 我想他 這樣說 再公平一點 其實我想白人自己 他是白人和黑人之間 因為種族之間的不信任 存在已久 結果他們很多次一閒談間 就帶了很多種族歧視 可能一些種族定性 或者種族歧視的言語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說作為一個白人警察 他根本已經很容易 種族定性了 我見到一個黑人的司機 他很有機會有槍 隨時我還沒走過 還沒說 第一句 他已經打我了 所以一有什麼E.O 自己就自動不理了 我覺得你賊 我就先放下你 之後我再再選 最重要是保住自己的命 但問題是 我們看到近期的 這些錄影片段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甚至有一條 就是插裝教禍 也有 但當然 特朗普做這些事 也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轉而視線 因為其實他在 俄羅 通敵那件事 你說出賣國家也好 合謀也好 那件事 其實近期也有多少東西 正在搜尋 包括他從前選舉的 競選 這個生意人 就簡直 這個調查當局 半夜 破門入屋 就是守藥的 還要查他 不知道十多年的 一些所有的事 是一定要起訴他 這些其實 還有最近的消息 就是直接要去白宮 搜集證據 他簡直是說明 就是跟特朗普有關的 那這些其實是不是真的 就是已經 兵臨盛下了 他想大家不要看這些 我就說一些誇張的事 出來和人罵吵架 是轉而視線的 我想有不奇怪的 因為始終 在說 如果他會被人彈劾的 其實 那些眾議員、參議員 都要看看民意的 如果民意是要支持特朗普 就算他多錯也好 那他們不會把他拉下馬 就是 有一個第二個例子 不過嚴重程度 不可同日而餘 就是說那時候 克林頓說有性醜聞 共和黨要拉他下台 但他恃著我有七成支持 民意支持到 你拉我做甚麼 那最後一定過不了 反而共和黨還會失分 那他可能找一件事 他要鞏固自己固有的支持 因為他在美國選舉制度下 他不需要討好你七成八成人 我討好夠 剛剛好四成到五成左右 我已經夠票了 但問題是說 其實他這個調查 究竟會不會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起訴總統 起訴總統應該有的 美國就 不過我想未真的起訴得 我想要是自己辭職 要是被人彈下台 因為其實現在你所看 就是說選舉的時候 俄羅斯很明顯是幫助出面 你之前甚麼都不承認 但是後來發覺就是 電郵都被人拿到 你的兒子 你這個兒子 就是在你自己的特朗普圈 叫了所有的 競爭的大粒一起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做甚麼 坐在那裡說 他就說說說說 如何承認俄羅斯的小朋友 但其實就不是 就是那個人說 拿到克林頓的黑材料 而這個會議之後 沒多久的確 特朗普真的出來說 我很快就拿了黑材料出來 接著就是拿了黑材料出來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事實 另一件事也是 就是他很難擺放嫌疑的 幾件事就是 他去解僱FBI的頭 這個就是說 FBI的頭出來說 不是的 你最主要就是想我不查俄羅斯 叫我和你效忠 然後就解僱了我 但是現在越解僱越多 解僱了一件事就是 連他當初解僱他的信 即是那封 draft的信 就讓律師看 律師說不行的 我和你改過 就把這些全部都拿出來 但是似乎在這方面 是有多少 包括特朗普也都 裏面有人說 就是他解僱完之後 就跟俄羅斯的大使說 剛好解僱了他 鬆掉了 不用擔心了 沒有壓力了 這些其實加起來 真是很有興趣 如果他真是被捉到 就是要解僱FBI的頭 是因為他查他 俄羅斯通敵的話 這個的確是 abstruction of justice 這個真是妨礙司法公正的 沒錯 他現在很多陸續 其實大埔審團 和司法部長 就沒有完全的 叫做final conclusion 但是其實陸續聽到的消息 所傳授的人 其實他身邊越來越多人 是被人盯著的 如果一盯著 以美國根本的調查能力 基本上應該是掛到 他之前任何通訊 做過甚麼 跟誰說過甚麼 基本上只要拿其中一樣 就已經可以叫 拜託川普 拜託你自己 懂得下台 他有陰謀論 其實現在可能刮到很多 不過可能背後還在說數 大家怎樣拆 你幫助他 怎樣可以大家交換利益 如果說 如果不是 就可能純粹是要真是 要繼續找到 做夠大龍鳳 去到某個點 覺得找對方 我背後部署好 找誰代替你 我才出手 是否真是這麼好部署 還是真是 這個司法公正 真是以公正言明 就是說 好了 你有足夠的證據 就起訴你 我相信 美國叫做三權分立 但是始終 很多政治上的事 太千絲萬縷了 裡面很多 其實 不會他們 大家圍內之間 是實在不同的關係出身的 所以我覺得 始終政治都是利益的交換 尤其在美國裡面 我們看到多少金錢交易 你看他們選戰 燒多少錢 其實大家正正看得出 他們坐得大 坐得大 其實某程度是權力和金錢的遊戲 好了 雖然我真是不看好 特朗普坐了多久 我覺得他真是 捱不過這個調查的 但怎樣也好 他一天在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一天都有很多新聞 甚至我們都可以經常看 這個《晚晚美國談判》 是令我對美國的認識更加豐富 以及也有一個娛樂性 今天節目到這裡 下星期找我們一個話題 和大家繼續討論 拜拜 拜拜